我為什麼開始一直反對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學校解剖教養室的 公文法醫區是隔壁 我每天要去上班的話 我就面對我的老父親在那邊 覺得不能接受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改變呢 因為我們發現是 它是有一個地方 專門給這個器官或者立體捐贈者的 有一個杯 它每個上面就刻一個名字 這樣的話不管是不是能真正在那 它這個牌子在那 我們從最開始第一塊杯 五開始第一塊杯上面 大概只有四個人 到現在越來越多越來 往後的事情再增加 能夠理解它 為什麼要做這事情呢 我們每年大概有三百多個學生 它起碼是有好多學生是用了這個 希望是練習了知道人體解剖這個結構 所以它還是有價值的 所以心裡話就是感謝它吧 除了養育以外 給了我和精神上的鼓勵 人類的健康這個是無止性的 它會需要很多的樣本來做這個 我覺得它們是比我們普通人要更加高一個層次的人 它們是奉獻者 還沒打